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第二位是张子群同学 于是爷爷跟着梅雪 在泥土小路上绕来绕去 爷爷跟梅雪一起向梅朵 平台上有一朵偷懒的小花还没睡醒 他看起来似乎不知道 春天已经准备好放声欢唱 欢迎第三位同学武宏益 爷爷的话还没说完 梅雪已经往井边冲去 木桶在水井边上撞来撞去 发出声响 当木桶快速降到井底 再拉上来时 我们的第四位同学是黄肉鱼 金啊快点快点 拜托你给我最纯净的水 好让我的小花可以赶快醒来 自从上个月 他上回夜延之后我就没有水了 梅雪要等一等 再过几天 我的紧密的水就要重新水 再过几天 太久了 我需要水 立刻就要 那你去问问云吧 或许他可以帮你 我们的第五位同学是邓启亨 还没听完警说的话 梅雪已经抱着童子往秋林后方跑去 欢迎第六位同学 林玉成 终于来了一朵完美的云 就像梅雪希望的那般柔软 它慢慢吞吞飘着 小心翼翼的不弄伤自己 的确是啊 我的水很珍贵 是最精彩的水 是灵样 是稀有的祈宝 第七位吴红柚 云南美丽的云魔花园里的一朵小花 需要你最纯净的水 才能准时在春天醒来绽放 我温柔的小花值得比你更好的水 知道梅雪怎么了 请去找不想等待的春日 我温柔的花园里 我温柔的地上位同学 诶 黄 啊对 诶 它叫什么 哈哈哈哈 啊